历史的长镜头里 那些光辉的瞬间 就是我心澎湃的红色记忆 风雨百年路 照见大历史 今天我们带您打开 百年风华佛山相册第三集 革命三谈 1949年 新中国成立前夕 新政治协商会议在北京举行 照片中与毛泽东 朱德等站在一起 第一排左起 第一位这名老者 就是来自佛山的谭平山 他与同乡谭直堂谭天度 是早期中共广东组织的创建者 领导者和参与者 被誉为革命三谈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 中国迎来了马列主义 进步青年 看到了挽救民族危机的希望 从北大毕业后 谭平山谭直堂回到广州 与谭天度创办《广东群报》 省地宣讲员养成所及机器工人夜校 宣传马列主义 为广东党组织的建立奠定思想基础 1921年7月 中共广东支部成立 陈独秀 谭平山 先后任书记 从参加五四运动 到成为早期党员 从创建广东党团组织 到领导工运 农运 清运 参与南昌起义 参加开国大典 革命三谈 推动广东党团组织发展壮大 建政 建党 建军 建国等重大开创性历史事件 留下了深刻的红色印记 除了三谈 佛山大帝还涌现出无产阶级革命家罗登贤 早期工人运动领袖邓培 妇女运动领袖欧梦爵 工农红军高级指挥员黄苏 以及廖锦涛 欧夏眠 陈铁军 张云峰等一大批英雄儿女 他们用赤诚之心激扬热血长歌 为民族独立 国家富强 人民幸福 谱写了壮丽篇章 革命先辈的卓越功勋 与山河同在 与日月同徽 永远值得铭记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